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速度和时刻的关系图 速度和时刻就是VT图 它的面积会是对应到位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下例子 这是一个等速度运动的VT图 随着时间过去它的速度是维持固定 那速度乘时间就会是所所的距离 加上方向性就会是位移 可是速度乘时间在这张图中 刚好对应到宽乘与长 宽乘与长就是面积 那所以速度对应宽 速度对应宽 时间对应长 速度乘时间对应宽乘与长 所以位移就对应到面积 那它可以推广到任意的曲线下面积 应该说其他形状的曲线下面积 因为我们总是可以用很多小长方形来填满这些面积 那每个小长方形它都遵守速度乘时间等于位移 这样 所以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都对应位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一小题说 在第几秒末这个火箭达到最大的高度 那从这个图中看起来 它的正的方向 正的方向的位移到80秒 之后就有负的方向的位移 在时间轴下方这个位移 这个面积是负的位移 所以最高点应该就是发生在80秒 因为超过80秒它会开始有负的位移 负方向的位移 它就会下降 所以80秒的时候达到最大高度 那达到最大高度它上升的多远呢 这就是去算这个面积就可以得知 所以就用80去乘上200 再乘上1 2分之1等于8000公尺 这就是第二小格 再来第三呢 是关于加速度 VT图的另外一个重点是 它的斜率就是平均加速度 它的割线斜率就是平均加速度 而它的切线斜率就是顺时加速度 因为 例如说这一段是速度的变化 从200变到0 然后经过的时间 就是从60到80秒 这就是时间的变化 时刻的变化 那中轴的变化比上横轴的变化 这就是在算斜率啊 就是在算这条线的斜率 所以这条线的斜率就是平均速度 抱歉 平均加速度 这条线的斜率 就是平均加速度 那今天它这个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在60秒之后 因为它的斜率是固定的 所以在80秒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就可以看这个斜线的斜率 好 那我们取80瞬间的速度 还有60秒瞬间的速度 然后去除上 从60到80是20秒 就会是0 减掉200 然后再去除上 20 所以结果是-10 加速度的单位要注意 秒平方分是公尺 好 那最后呢 我先把它写一下 所以它这里是-10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不是正 它是向 不是向上 而是向下 那最后呢 出发到落地要几秒 我们刚刚说在80秒之后 它会开始下降 那下降到多少的时候 这块面积会跟你开始上升的 位移抵消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假设 假设在T秒的时候 应该说 我们假设这样好了 这样就是 这一段的时间叫做 T 那因为斜率是-10 所以下面这里应该就会是-10T 那它的大小 就是10T 长度就是10T 对不对 因为这条线的斜率是-10 那如果只看长度 这一段比上 直的这段应该是1比10 1比10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算这块面积 这块面积应该要跟前面一样 那前面这个算出来是8000 所以列式就可以这样列 就是 T乘上10T 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要等于8000 这样才可以把上面的这个8000抵消 好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算出来 T平方是1600 所以T是40 因为时间没有负的 T是40 那T是40 但它是要问从出发 到最后 这一段40 那再加上原本这个位置是80 所以这个位置会是80加40 120 好 谢谢同学